本视频主要涉及STAR澳洲赌场上市公司股票的简单解读 来澳洲的朋友肯定都去过或者了解过澳洲的赌场 毕竟合法 总是想要试一试手感 那么如果输了的朋友作为STAR赌场的股东 相当于自家生意 左手进右手出的感觉 这一期我们就讲一讲成为STAR赌场的股东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GoMarkets独家解读 STAR是澳大利亚运营赌场与酒店娱乐设施的龙头 公司由TypeCop的赌场业务拆分而来 分拆后 主要经营的赌场与酒店遍布悉尼 黄旗海岸以及布里斯班 在2021财年的主营收入同比增长3.9%至15.45亿澳元 吸税折旧前利润同比增长51.3%至4.26亿澳元 录得税后净利润5790万澳元 成功扭亏为盈 公司的业务收入主要分为三大板块 分别是博彩业务 在2021财年的收入为11.509亿澳元 同比增长8.7% 在2018到21年期间的年复合增长率为948.0% 占公司2021财年整体收入的74.5% 非博彩业务 在2021财年的收入为3.85亿澳元 同比下降8% 在2018到21年期间的年复合增长率为-9.8% 占公司2021财年整体收入的24.9% 其他业务 在2021财年的收入为940万澳元 同比下降7.8% 2018到21年期间报告的年复合增长率为0.7% 占公司2021财年整体收入的0.6% STAR在澳大利亚经营的三个赌场酒店综合体 其中 悉尼部门的赌场执照将于2093年到期 黄金海岸部门的赌场被永久性执照 布里斯班部门的执照将于2070年到期 布里斯班的Kinsworth开发项目在2022年完工时 将拥有99年的许可证 其中独占期为25年 该合资开发项目耗资26亿澳元 公司还投资了8亿澳元扩建起黄金海岸赌场2号塔 计划于2025年完成建设 如果未来旅游业回暖将带动赌场和酒店业务回暖 目前股价在低位盘整处于合适的建仓区间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如果想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心里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02-9188-0418 喜欢我们的内容记得点赞收藏 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节目再见